Hello,大家好,今天老张又与大家见面了 今天是4月1号,愚人节 这次咱们不谈宇人节,不谈什么愚人节套路,愚人节笑话,或者是愚人节表白之类的 愚人节呢,我们就聊一聊张国荣吧 毕竟他是这一日去世的 2003年4月1号,他在香港文华东方大924楼纵身一跃 结束了他年仅46岁的生命了 从2003年到2019年,总共16年的时间 为什么还有人一直在怀念着,或者说是纪念着张国荣呢 这老张看来无非是有以下几点吧 或者说统而盖之,或者说是总结来看吧 就是说每个人也好,被人们记住也好 无非就以下的四点 一个人的容颜 二,一个人的才华 三,一个人的人品 四呢,就是一个人的一个人生态度 行为的一个方向,或者说是一个状态吧 说到张国荣的一个容颜,大家无比多数了 这个一米七零,七十公,一米七五的身高,然后七十公斤,身材中等,有一片瘦 而且是帅帅的一个脸庞,这个是比较万全少女 不论是宁产生也好,还是说其他的一个角色也好,都是很让人着迷 很让人感觉帅帅的,酷酷的,即使到46岁的时候依然风采已久 这是他的一个颜值 相对于他的颜值呢,他的才华呢,其实呢,也是更,更加的一个一个是亮点的 为什么这样说呢,张国荣呢,是1956年出生的 然后呢,他是1977年正式出道的 这出道,先打拼了8年,然后呢,之后呢,一直是持续的,是18年,后边的18年一直是在活的 这样一个人呢,就是说,他是经历过苦难的,经历过这种人世间的苍凉的 他也摆过地摊,卖过牛仔裤 对吧,他像刘德华也好,上成龙也好,还是像周星驰也好,都是经过苦日的人 他们自身对艺术,对歌唱,或者对表演的一个追求呢 你说天尾有多高呢,这一块呢,好像也似乎没有说是 有很多的一个设计 但是他,自自不断的一个追求呢,反而就认为他的才华很高 你就举个例子来说,他在拍摄这个《八王别姬》的时候,对吧 他是亲自的,前六个月都到北京去跟张曼玲老师 学习了一个新剧表演 而且呢,这个拍摄的时候坚决不用提升演员 每个身段也好,每个唱腔也好,或者每个动作也好 他就是自己的去学,自己去琢磨 他是对一个真正的视野的一个追求 本身可能有一些才华 但是他知足的追求让他的一个才华发挥到更大的一个程度吧 看了一个采访是这样说的,就是说是当这个别人问他的时候 你已经功成名就的时候,为什么还那么新呢 他说这样呢,前八年我是为了去赚钱 后边这么多年呢,我是为了保持自己的灵气 然后我保持自己的一个演技 不论说他的每首歌,还是说这个美国电影 都是做到了恰到放出无语的 甚至连一个替身演员,或者说很想去翻拍都很难翻白倒 这是他的一个才华 最后说是人品 不管怎么说呢,在老张看来 人品是一个人最重要的一个行身立命 或者说是偶尔活一辈最重要的一个立足点吧 张国荣的人品呢,是好的,没话说 跟他合作的张曼玉啊之类的人都说他的人品好 也有采访报道说呢,是怎么这样的 然后呢,当时拍《帮忙别剧》的时候 有张曼玲老师进去大加盟 然后本是以为都跟他是有半年的这个缘分 结果呢,之后拍完《帮忙别剧》的时候 张国荣还每次去联系他,去拜访他 他们去到北,去到这个上 去到这个香港的时候 还亲自的接待他 而且接待呢,是给张曼玲老师开车 然后下车的时候亲自为他开车门 上车的时候也亲自为他开车门 而且态度极其的是端正 极其的端 极其的是和爱可亲 这是一方面 还有一个呢,就是说 因为报道说呢,就是张国荣有一次开演唱会的时候 在这个年上开始之前 穿了一身很漂亮很漂亮的一个衬衫 一位工作人员说啊,这件衣服很漂亮很漂亮 大声赞叹 没想到过了这个几天以后呢 他就,这个工作人员就收到了张国荣的一个电话 跟他聊一聊 结果张国荣就把这件很出名的很漂亮的衬衫送给了这位工作人员 这个工作人员只是当时片上一个很普通的一个工作人员 还有一件事呢,也说明这个人的人品 或者说他的一个 就是他的一个人吧,人性吧,还是比较好的 就是张国荣去世的第三天的时候 一位读者上一个电台来诉说这个事情 大声哭诉的说这个事情 这个人呢是五年之前嘛 就是03年的五年之前 然后跟张国荣一会儿呢 自身还有疾病 然后就在马路上哭 正好张国荣开车去见他 然后看他一人在马路上哭 然后就主动的上前去安慰他 然后主动的上前去听他倾诉 这一做呢就是做到凌晨的六点 但当然这个人可能不知道张国荣 当时对他打着后的事情 要是他们聊聊聊 于是聊了女朋友 留了各个联系的方式 之后呢也是每年都有 是不是打电话更好 这就算是张国荣 是关于人性方面的几个表现 再有一点呢就是说他豁得很真 或者他的人生态度就是很真 呃他跟唐赫德的同情恋也好 还是他跟其他人的一个 一个男女之恋也好 他就很很容易的去去 去暴露出来或者说不是很容易啊 或者说是很自然的暴露出来 他没有没有什么像其他媒体一样去饮风啊 或者说是是这个欺骗 不能说是欺骗吧 然后就说这个 死我很暖啊 他就这样 他就喜欢喝这个 他喝在一起 他就不一样的烟火 然后牵手啊之类的 这就是一个人的一个态度 他你说歌唱的好不好 就是我们的颜色不一样的烟火 活得很真实 很自然 这就是他的一个人的态度 他哪怕是人生 就是得以地狱重的时候 人生很真实的 写在了他的日记本里 写在了他的遗书里面 他就是一个很让人的态度 十五年过去了 人们依然在怀念着张国荣 怀念着他的一个无与伦比的颜值 他的一个才华 他的一个在唱歌在电影方面的一个成就 怀念着他这个女人为善 赤子之心的人品 怀念着他我就是我颜色不一样烟火的一个人生态度 这可能就是这 这应该就是张国荣本人怀念的一个原因 或者说我们每个人如果说想要被人们永远的记住 也可能也可以从这四个方面来考虑考虑我们一个自身 好以上就到这里了 今天是老张为大家聊的内容 谢谢大家